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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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听说我们新来的一位医生是军队里的医生对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实际上说是不疼不疼 的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哈 就是来让大家提前来体验一下 来我们请导播老师放下这个视频 其实我在这个手术日之前我已经三次准备要做手术 过来就是眼睛不是很正常我们还可以做手术 其实我在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紧张的 而且我以为我的测试都已经做完了 但其实我在手术日当天还让我去做了几个测试 对 所以平常我们已经知道已经订那个特别的规模 什么都好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要确认几个东西 所以每个病人不太一样 就是看情况 所以我们就帮一个小小伤口进去 后来我们今天就是进去 后来就是把它转去对的座位 后来里面不需要的那个绿 我们就冲出来 后来就结束了 明天已经差不多80%左右 可是还有一个回复的时间 有可能到慢慢六个月 越来越清楚 这个手势非常安全 我们已经跟你说 因为就是在那个眼睛的前面 你会跟每个病人都这样吗 啊 差不多 我听我自己说 我说中文讲得很不好 没有没有 你讲得很好 你在这个叔叔之前跟我讲的时候 其实让我就放心了很多 是吗 嗯 你说你那个伤口只有几个毫米 啊 差不多三毫米 撑开眼睛 手术正式开始 所以我们做这种的手术 在眼睛里面的手术 我们要特别 啊 啊 手术就是很干净 所以我们都是要带特别的衣服 嗯 这个我们这个房间是特别要 要有这个 certification 嗯 这个就是那个晶体 对不对 它现在是卷起来的 对我们要装进去这个 这个loader 所以这个lens 开起来是很 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们要卷得 变得很小 所以可以进去比较小的伤口 嗯 对 伤口是三个 三个毫米 可是那个lens 有可能到九个 嗯 这个是去冲洗它对吗 对 精品已经进去了 对 所以我们就冲那个里面的 我们做手术要放一点点jelly 让你的眼球的形状 就是保证圆圆的 明白 所以做完了 我们就是那个jelly就拿出来 我跟你讲 这个做手术真的超级快 就大概一个眼睛就五分钟 就做完了 有这么快吗 真的我觉得很快 就是插进去的那一下 哦 对对对 进去是很快 你在里面才有十五分钟 因为我还要load 还要准备什么东西 看清楚了 二十年困扰我的精神 然后我就很快就做起来了 就是我在手术之前 其实特别特别害怕 但是我又要录视频 然后呢 我又要想着做手术 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但其实我是慌的 慌的不行 然后当时 我看其实有很多病人 是当下就能够看清楚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 其实我也是 对 我基本就觉得已经能看见 对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想哭 OK 又是我最尴尬的 part 就是我哭 真的是太尴尬了 这个事情 因为我后来 有看到一些其他的病人做手术 大家做完都是超开心的 就是没有像我这种 这么隐瞒 是呢 哭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 也是 tears of joy 确实 因为我之前实在是看的太不清楚了 真的很痛苦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例ICL 就每周 平常我做七个病人 一天七个病人 一天都能够做完吗 可以啊 七个病人 如果是那天都是ICL 超七个 嗯 所以你会打ICL都排在一天 啊 现在我 我是一天拍差不多三个病人 其他说没谁 可是如果我要真的就是做ICL 平常是七个病人 明白 哼哼 还在哭 你有没有现在觉得就是高度近是 越来越平凡 平凡什么意思 就是越来越 more and more people get like a higher degree of myopia 哦 因为我们现在看很多那个 那个就是 手机跟那个什么 smartphone 过来 我们都是没有 我上次跟你说的就是 孩子都是每天要出去 晒到太阳三十分钟到一 一个小时 嗯 对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我的hero 就觉得 谢谢 太鹦鹉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太厉害了 谢谢 谢谢 都看见了 你知道就是对于近视患者来说 就是 最痛苦的就是 原来 就想生活在一个 你可以听我讲 就是我基本上是想自己想说 就是盲人重获光明的感觉 就是盲人重获光明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 一千度的街市再加三百度的散光 是什么感觉 就是每天长起来 一线眼睛就是我的生命 如果我没有戴一线眼睛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干什么都没有意义 就是因为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很多病人就是也是很emotional 哭了四十百分之五 会真的要哭出来 可是真的有改变他们的生活 也就是像是一线眼睛的 我什么都没有人 但是我都没有人 不想要是一线眼睛 就像是一线眼睛 在这边 就像是一线眼睛的 眼睛的眼睛 就是一线眼睛 你得到一线眼睛 如果我这个眼睛 就像是一线眼睛 我这个眼睛 是一线眼睛 就是一线眼睛 我这个眼睛 好,我们回到现场,哇,这个是不是,每看遍都还觉得这类盈眶,就是因为高度近视患者就会有一种宿命感,就会觉得凭什么就是我是这样的,明明大家都是一样的看手机,然后明明大家都是一样的晚上偷偷躲在被子里看书,为什么我会这么深度近视,做我总有一种觉得生活对待我很不公平的感觉,但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就觉得我的不公平感都消失了,我现在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了,就没有那种弱势群体的感觉了。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genetics是很重要,爸爸妈妈有读书,近视,过来就是environment,可是每个人都是有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吗?对,而且其实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我记得那个当时护士有给我一个压力球,其实我都没有觉得那个压力球,就是因为他真的不痛,他就是有一点点压力,然后有看到你那些病人说三月份, 那些病人说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做手术,有的人在手术里面睡着了,这也是EVO ICL。 因为我们给你一个放松药,xanax还是Valium。 哦,镇定的那种?对,就一点点,就是让你比较就是happy一点。 哦,怪不得他们在手术的之后呢? 就有的比较敏感,他们就睡了。哦,他们就放松了,确实。 好,那么另外的话,您觉得在美国最新批准的这个EVO ICL和之前的ICL之间的这个区别,可以再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吗? 对,差很多。所以我2008就开始做,2006就批准了。这个即便以前我都是不能做LASIK,1000度以上的人我还敢做这种手术。 嗯,因为有两个问题,就是白内障的机会是1.4%,FDA的trial。 啊,过来年轻的人有白内障就是很,就是我们不要有遇到这个情况。 啊,第二就是虹猛还要打两个洞。嗯,嗯。 所以,啊,有communication 从前面跟后面,所以眼压不会增加。 嗯,所以现在这个EVO ICL 里面有三个洞。 嗯,所以虹猛不需要打洞。 啊,第二,这个我们发现,这个三个洞是叫nutrition port。 嗯,所以比较多营养在你的那个水晶体。 所以不会长那个白内障。 嗯,所以我们新的study 出来,有meta-analysis study,就是study of many studies. 所以一共看很多这个报告,有一共有4169眼睛。 Follow up 是一年到五年的。 嗯,到现在没有一个病人,就是有那个白内障有影响到他们的势力。 哦,可以说这个白内障的概率,从100个里面有1.4个人,变成了400多个里面,一个都没有。 4000个。 哦,4000个人,每一个都没有。 对,所以我平常是跟病人说,这是有可能。 可是这是1000个人会发生一个case,是很少。 我现在做过Evo ICL已经一年了,我到现在没有一个病人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 对,因为他说这个白内障如果是诱发的话,是提前诱发,是在一年之内就能够出现的,对吧? 有两种。以前是比较多,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那个ICL,我们放进去的办法没有这么准。 所以比较容易就是太靠近那个晶体,还是太靠近那个角膜。 可是现在我们用这个Arc Scan比较准。 第二就是,你放进去,如果没有长白内障,就是一年里面。等到三年,也是有可能长白内障,因为比较少那个营养基里的水晶体。 所以有两个原因会有白内障。 所以现在我们的技术比较好。 过来就是没有白内障,一年里面,没有开始看到白内障。 第二就是Long Term,在别的国家已经六年了。很早有白内障。 嗯,而且其实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呢,那个咨询师Victoria也跟我讲过,就说有这样的风险。 因为数前都是要患者知道你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但概率是非常低的。 但我当时就跟他讲,就说没关系啊,有白内障,再做白内障手术就可以了。 我这个一千多多,我都天天早上起来看不见咧,那相比起白内障来说,这个更可怕好吧。 对,其实白内障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可是当然我们都不要有这种的情况。 我们病人就是,我不要说我要做两个手术。 对,所以真的需要做两个小时,机会是少于1%,就是永久的。 甚至是20-30年。 那好了,那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做手术的全部的过程。 所以呢,有我这个例子在这里,大家尽管的放心。 而且呢,我没有任何痛感。 现在9个月之后呢,我也没有任何的负责。 大家知道我天是在studio里面呆着,所以要看很强强的光的。 那么有些人说有没有炫光,或者有没有hello光圈的效应。 在我这边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可以忽略掉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解答一些疑虑和困惑。 那么同时呢,如果您对眼科手术感兴趣,想做近视角症, 的话,都可以去刚刚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联系RQ Laser Vision的这个客服电话。 然后呢,可能还会有1000块钱的费用截免。 好了,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林医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点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点不散。 我想请认识,我们下期节目 presentation.